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8号 今天我们继续追踪孟晚舟事件 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部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紧急召见加拿大驻华大使 另一方面习近平在这个案件上进退两岸 各方面压力对他非常的巨大 他到底下一步怎么走呢 首先今天我们谈一些昨天的保释听证会的需要补充的一些情况 一个我们知道保释听证会和它的引渡的听证会是两个听证会 就是它保释听证会结束了 那么下一个引渡的听证会马上就会来临 就是它是否比引渡还要举行另外一个听证会 那昨天保释的听证会最后下午因为捆辩双方提出的证据里有太多 法官最后决定要延期 延期到下周一再开庭再进行决定 从整个双方的一个辩论来看呢 两方面都旗鼓相当 昨天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已经讲了捆辩双方的主要的一些理由 需要补充的是孔方指出孟晚舟她实际上是在2017年4月的时候 她已经知道美国警方对她进行调查 所以从2017年4月她再也没有去过美国 之前她去美国非常的频繁 因为她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 就是她的一个儿子在波斯顿在读书 所以她经常去美国去照顾孩子 所以从2017年4月她再也没去美国这个角度来看呢 她实际上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这个对控方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 至于双方呢 昨天特别提到了她的国籍的问题 身份证的问题 这个事情呢 在网上引起很大的一个波折 很多人一开始就认为她是加拿大国籍的 实际上她根本不是 她实际上还是中国的国籍 她还吃的是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护照 她是首吃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到加拿大的 因为香港护照到加拿大是免签证的 但她逮捕的时候 香港的护照已经给没收了 她现在中国护照呢 马上就会这个机过来 她的律师是这么说的 实际上她这种身份的人呢 她不需要再办一个另外的外国的护照 因为她跟那些中下级的官员不一样 她相当于一个部级或者副部级的干部 她经常代表中国从事一些外事的活动 所以她们呢 没必要申请外国护照 这个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尤其中国不承认这个双重国籍 至于她去加拿大的话 有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护照就可以 因为香港和加拿大都属于英联邦体系 所以是免签证的 至于她在这个加拿大曾经有过一个分业卡 分业卡等于美国的绿卡 就是她是一个云九居民 但是云九居民呢 实际上不云九 就是这个云九居民卡要经过十年或者是八年呢 要延期 你不续期的话 那她会失效的 我曾经碰了这个案例 就是绿卡她没有续期呢 所以导致很难进入加拿大或者进入美国 那她的这个绿卡呢 曾经一度拥有 后来她没有续期之后 就是加拿大的分业卡 她也给失效了 她曾经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护照之类的 但是呢 那些都是失效 目前真正有效的呢 就是中国的护照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护照 所以她是加拿大公民啊 美国公民啊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 而且她这个地位的 她这样一个身份的人 她不会办美国的护照 也不会办加拿大的护照 实际上这个法官呢 律师呢 对这个事情讲得比较清楚 其实在法律上 你如果是加拿大公民的话 美国公民的话 那对你非常有利的 如果他真的是加拿大公民 那律师第一时间会说出来 但是他肯定没说 因为他本身就不是 这个辩方律师啊 把这一点强调 就是说明呢 他呢 是这个 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他可以把这个香港身份证给抵押 然后把中国的护照寄过来 马上也会抵押 然后这样他取保的时候呢 免得他那个逃跑嘛 所以这个一系列的理由啊 昨天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那这个法官他会做出一个最正确的一个抉择 在我看来呢 他这个不比取保 而且很快比引渡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我们知道 今天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乐于成 紧急召见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开雷给他提出了严正的这个抗议 其实这个严正的抗议呢 可能会适得其反 让加拿大政府感觉到孟晚舟得确是一个烫手山芋啊 那马上把它给顺走是最好的上上之策 所以说不定你对加拿大的严正抗议呢 会导致你的孟晚舟的引渡会很快的进行 这是中方呢 试策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再看这个他的紧急的抗议啊 这个像外交部副部长出面紧急抗议 驻华大使啊 这也是少见的 说明事态是非常的严重了 他抗议的时候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简短的声明呢 首先提到这是一个strong protest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抗议 对加拿大的行径 然后说你们抓捕孟晚舟你们的行动呢 是欲罚不顾 于理不顾 于理不合 然后于情不容 然后性质非常的恶劣 非常的就是说恶劣 他用的这个英文单词呢 就是unreasonable 就是你这个不讲道理了 然后你是这个illegal argno law 就是你是完全不顾这个法律 而且是非常的就是说恶劣 性质非常的恶劣 所以他用的这些词语啊 表达了中共呢 对这个加拿大的严重的一个抗议 而且说了就是说如果事态呢 这样发展下去 对加拿大是会非常的不利 那会怎么样的一个不利呢 根据这个加拿大前中华大使啊 媒体采访他 他就说可能呢 中国和加拿大的高层的互访会停滞 会被冻结 而且加拿大和中方之间的贸易的一些协议啊 一些谈判的也会终止 这就是中国会带来的这个后果 所以从这样一个紧急召见严重抗议来看 中国政府表现出了他目前为止啊 在孟晚舟事件上最强烈的一个态度 那他用的这些词语啊 实际上表达了他的这种愤怒啊 实际上他要求呢 加拿大丈夫马上就来释放啊 这个孟晚舟 否则的话后果非常的严重啊 这个呢 也是他最近的一个新的变化 我们看到就是孟晚舟事件发生以来呢 美方他一直想把这个事情跟中美贸易谈判呢给分离 但是中方呢也是刻意的在淡化 参与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些人基本上没说话啊 从这个刘鹤 包括李克强 习近平都没有就这个事情说话 单单就是外交部发言人 这次是外交部副部长来发言 然后呢 也就是华为公司发布了一些声明 从这个事情上 从刚开始的这些态势来看 中方是有意的来淡化的 而且准备要丢居保帅 这个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看到前天南华早报 这个就是共产党员马勇他创办的报纸 实际上他是代表着北京在海外的一种身影 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实际上在指责 在指责孟晚舟 他自己是犯了错误的 所以他很明显是一个丢居保帅的一个举动 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呢 这篇文章说 在一个华为的 今年大概上半年的一个会议上 孟晚舟和任正非都参加了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主要是讨论的 是华为的合规的问题 就符合规定的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 孟晚舟提出就是说 华为面临的这些规定有红线和黄线 红线是绝对不能踩 必须严格遵守 黄线是那些实际运营中我们可以不遵守的 所以他这个黄线问题就是为他的犯规犯法 留下了一个余地 这个时候任正非他也发言 任正非就说了 像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说服太多了 我们不一定要听他的话 我们如果听他的话 我们手脚说服了 我们还能做生意吗 所以从这个南华早报披露的这个内部的文件 可以看出呢 这是中国政府呢 要把华为给卖掉的一个行动 就是孟晚舟的这个事情呢 按照美国加拿大的法律来办了 我们不管了 而且呢华为也紧急召开会议 把这个孟晚舟的位置呢 马上给替代了 是一个叫梁华的人 代行他的CFO 就是财务总监的职位 从这些行动看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 中国政府确实像丢居保帅 而且这个事情呢 不要影响得之不义的中美谈判 中美贸易停火的这样一个困档期 中国政府觉得这个事情不要影响 但是呢 他为什么今天又来紧急的召见大使呢 就说明国内的情势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看到最近呢 中国的这些五毛啊 还有那些军方啊 还有网上那些愤青啊 现在全力以赴的在这个事情上来反美 网络上的这种反美的情绪 就完全的高涨 那除了这些网络上的这些 网络愤青之外呢 我们看到就是华为 它是背景 它的靠山就是中国的军方 就是中国的安全部门 军方安全部门是中国最保守的 最反美的这个机构 所以他们呢 包括我任正非战略在紧急的做这些工作 军方安全人员呢 肯定给这个习近平施压 就是说我们对孟晚舟这个事情呢 绝对不能坐视不理 我们不能轻易的 把我们这个父母级的将领级的 孟晚舟大将给出卖啊 我们要想办法来把它救下来 而且采取一切的这个手段 现在呢是这个紧急召见他的大使 而且威胁他后果很严重 取消访谈啊 这个停止贸易合作 这些都可以做 另外呢 就是说不定呢 在这个开庭的当天呢 发生这个劫持啊 是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温哥华这个城市 我去过几次 我第一次去我非常吃惊的 因为这个城市呢 你一下飞机那个机 整个后机厅啊那些机场里 到处都是中文 你见到的人一半都是中文 中国人 就这个城市呢 一半以上都是中国人 就类似香港啊或者新加坡这样的 就这个城市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华人就有三分之一 现在呢已经快到这个一半了 就是这个华人里面很多都是亲共的 所以在温哥华呢 中共的这个网络是非常的足够的 所以他的这些网络呢 有可能采取一些非常极端的行动呢 也是有可能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抓到美国 引渡到美国 那他们的机会就更少了 没了 那在温哥华这个华人势力这么强大的地方 共产党盘根错节的这个地方 他们采取行动呢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呢 这个只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担忧啊 就说不定中共的这个第五尊队会劫持这个孟晚舟 这也是有可能的 总而言之呢 习近平在这样一个世界上 现在是这个进退两难 他的愁出啊 由于徘徊啊 目前来看 这个强硬派是占了上分 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出击到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还是在这个法律问题上在纠葛 而且呢 已经触及到这个外交的层面 触及到加拿大和中国的外交层面 但是呢 我们看到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抗议美国 因为实际上这个幕后楼外是美国 是美国给加拿大给压力的 但目前呢 中国还没有抗议美国下命令 所以呢 中国呢还是处在一种克制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知道孟晚舟她非同一般 她是中国的这种高科技的最大的这个间谍机构 或者说间谍军队的未来的这个接班人 那除了任正非她就是No.1 她等于是中国的一个 我说是解放军的装备部的一个副部长 就是前段时间比美国制裁的装备部的部长李尚福一样 她整个就是高科技这个军队的一个主要的将领 那一个大将比外国这样抓起来 那中国政府难道坐视不理吗 所以现在因为这个孟晚舟事件 双方呢展开这种大战呢 这种可能性呢是越来越明显了 当然首先是这个加拿大 中方的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先把她保释出来 然后呢再想着一切的这个办法 把她给营救出去 采取极端的办法也是有可能的 那至于她如果能够引渡到美国呢 那这个中国的机会就少了 而且我们知道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中方的这样一种严重抗议呢 实际上对加拿大来说呢 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一个是加拿大是司法独立 这个案子已经到了法庭 你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帅小伙总理啊 那个再怎么要求法庭的话 法庭她也不会改变的 她由她的从司法的角度来进行判 到底你应该不应该取保候审 你应该不应该被引渡 她按照法律的角度会做出一个决定 但是呢我刚才说的这种抗议反而导致了 加拿大政府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这个烫手山芋 一个地雷式的东西 所以把它马上给转移到美国 是可以的 因为在整个国力上相比啊 那加拿大比美国呢差远了 所以中国政府都善于这个欺负这些 弱国小国啊 所以这个把这个烫手山芋 从弱国小国转移到美国这个强国 这个也是上商之策 所以呢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局势还在前面往前发展 至于它的进展如何呢 我们还会继续的做一个分析 继续的做一个评论 谢谢大家再见